- 意願很重要,你要願意靜下來,你要願意跟你心裡面那個蘇格達里對談 那你必定能夠得到這個智慧,透過這個事件得到更善的一個理解 那更有愛的這個理解,它才能夠真正帶給我們力量 而不是一直在負面你說那個表面的事情上面糾纏 這個是給我們貢獻實在是給我們人生的貢獻太少了 那個沒有結果的 因為你沒有真正經驗到你的情緒上面的一個完整的體會 這個會變成以後不敢表達 就是我這一次跟你爭執完之後,你現在的身份你對 所以以後他就變成有事情他還是不敢跟你講 反而沒有真正的去解決它 對,那如果真的是我們真的是放下 要放下之前先留意自己,我覺得這個很重要的步驟 你如果硬要放下你那個氣勢到那邊,他感受得到的 對,我再講一件事情,也是呼應我們剛才講的這個 那個也是發生在昨天,昨天事情還真多喔 對我來講,昨天還有件大事,什麼大事呢? 我在深圳的那個聊心室搬家了 那本來有一個這個學生的家長,他有一個會所 然後之前同意讓我搬去跟他一起合作 我就這個很開心啊,剛好就有人願意嘛 然後這幾年也都是在大陸都是這樣子 有人支持的情況下,自然的發展 所以我並不是一個生意咖 就是我就覺得說反正這個會有安排嘛 你只要是善良的,你真的願意做這個事情 那麼我相信這個上天自有安排 這幾年也,這十幾年也一直都是這樣 所以就很感恩 然後這次出現這樣子的這個承接我的這個 要去搬的這個事情呢 我也不假思索,也不宜有他 就覺得很棒,承接又來了嘛 然後就欣然的搬過去了 也花一段時間折騰,然後搬家,然後幹嘛 所有東西打包 這個上千個殺劇打包也是蠻辛苦的 就是要好幾天,兩天吧 那打包過去之後,昨天傳來消息 我已經發了就說,我要去那邊 然後即將搬到那邊 跟所有的學生,所有的個案講 講好,結果他回一個給我說 不方便了 蛤? 蛤? 要再找藏著了 對,就是意思是說,我要另外找了 這個事情跟剛才那個被踢出群的感覺是一樣的 只是說這個更大條 這個牽涉到金錢,牽涉到時間 牽涉到所有學生的權益 對,承諾 對,承諾了 對,而且都發出去了 然後呢 身心靈的考驗又來了 真的 然後呢 我也是已經自動化的 就變成是說,喔 那這個事情 當下有這個情緒 我不去研究對方有什麼對錯 這是第一個很重要的 這個 往內的反應 對,就往內走 那往內走呢 開始在尋找 怎麼樣去解決他 怎麼樣先讓對方呢 先為我著想 不是先去怪他 對,雖然說這個事情看似是他不應該這麼做 因為他同意了又不行 但是我沒有那個興趣去檢討他 沒錯 我有興趣是說 我怎麼樣讓這個 圓滿 對,狀態可以解決 可以圓滿 那同時呢 另外一個力量往內來 往內來朝向自己 那這個我是什麼感受 我有沒有情緒 對 然後在探索探索化解化解之後呢 接下來產生了一個新的力量之後 我就很快的回到那個 就是內在的那個呼應是說 這個就是有點心跟靈的那個中間了 你當你處理掉自己情緒之後 你不帶那麼多情緒 或是說情緒是很少的情況下的時候 那個就比較接近靈感的狀態 有靈感的狀態 因為有靈感狀態 你不可能是負面情緒有的 對,因為它是一個正向能量接引來的 所以那個交接之間呢 就出現了一個內在的一個很 有力量的聲音 有點接近靈的聲音 或是蘇格拉底的聲音 那種智慧的聲音跑出來就是說 我形容一下 這個真的是這樣的過程 就是根據過去經驗 理性的 然後接下來是 比較靈性的 門是開的 門是開就是說有人要接引 但我要認真找 那個接引一直都在 這個就是靈的那個聲音 那個蘇格拉底的聲音 在支持我處理這個事情 要幫我們找到更好的 對,其實是要 我要認真找 其實就在那裡 我要靜下來去感受去想 那個接引的人一直在那裡 結果真的事情就出現了 這是真的事情喔 昨天才驚豔的事情 另外一個學生的同學朋友 也跟我要有合作的朋友 我就打電話給他 還有另外一個是我之前認識的一個心理諮詢室的負責人 我也打電話給他 兩個人都要接引我過去 我一下子那個整個 更好的狀態 對,那更好的狀態 那個本來就很平靜 本來就不帶一絲波瀾的 會更舒適的狀態 對,更舒適 而且更有信心 而且整個情緒轉換 那當然因為處理過情緒的部分 我想說這個情緒轉換是更大的平靜 更大的安全感 還有更大的被祝福的感覺 這就是靈的感覺 有兩方都要接引我過去 所以根本就不是問題 根本就不是障礙 因為這個只是一個轉接戰 但我如果把它當成終點的話 其實是我誤認了 然後我也跟我老婆說 說這個事情 我說如果之前 我就跟這個所謂的學生的朋友 打電話的話 那個時候他也還沒準備好 因為他剛好在昨天我打電話給他的時候 他正在跟一個我要過去那邊的公司 可以過去那邊公司的負責人在談進一步的合作 而且已經談成了 是在談後續的部分 所以這個時間點我打去剛剛好 是很有趣吧 所以找打也不見有這個效果 我先去一個地方待一下 再遇到有問題的時候 再來找他幫忙剛剛好 所以有些很多人會覺得說 遇到事情我要正念 老實說正念是對啦 但那個沒有力量 真的去探索自己的心裡面的時候 那個心 然後最後跟靈的接觸 你自然會幫你 喘呵呵 那個無情的力量才會是最真正的 是是是 而且會真的幫你導引到更適合的點 真的 昨天那個感覺真的非常舒服 雖然說那個其實 從這個不舒服的感覺到這個舒服的感覺 其實也不過一個小時的時間 就是說 晴天霹靂說 哇超不行的 這個就是我經常跟一些小夥伴在聊的 我說很多人都是聽到我們這樣子說 好像很很簡單 很生氣 很生氣 這就是要時間練啊 就需要一些時間練 你可能 可能你一開始需要半年的時間 你才有辦法去療癒這一塊 你可能需要一年的時間 才療癒這一塊 但是如果你都沒接觸 你可能需要30年 喔對對對 喔那個會拉很長 而且一直一直消不掉 你現在看到線上很多的老師 或者是有成就的這些這些學者 他們能夠把他講得出來 講得出來 就好像 好像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因為他有練啊 他有練 速度快 不斷在修煉 所以他可能在彈指之間 可以馬上就回復到我們的想法 回復到我們真正跟心的結合 那是一個 就會覺得這件事情發生是 不可多得的契機 其實是一個福 一個福治心田的感覺 對對對 那是契機 它是讓你轉到更好的那個位置 對 其實我們誤解它了 而不是輕掛 對對對 我們覺得說你怎麼這樣子做 你怎麼可以這樣對我 對啊 如果這個學生要跟你合作 另外一個這個學生公司 欸忽然間也打電話來跟你講說 老師我也好想邀請你來 那時候變成我們兩男了 啊對啊 那就 哇那個就 哇這邊也好 那邊也好 就會變成是需要有一個人發 那變成 又回到我們身上 那這件事情先發生 表示 就是 如果我們真的 真的在每一件事情裡面 真的去願意去內心的探討 那自然更好的東西就會出現 真的一定會出現 對啊 所以 原來好的路都一直在 沒錯會有很多人 像我 呃 之前基隆北二高有一次摊房你知道 就高處公路摊房 哦 就是那種沙子這樣掉下來 哦 你說山嗎 山喔 沒有下雨沒有地震喔 然後就 哇塞 然後就壓到兩台車 那一天我本來也是找中午要出門要去付一個約 但是就很不舒服在家裡面 就 就 就不想出門 就不知道 就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就不想出門 就我就看到那個 新聞 哇 而且是我家 我只要一上去 就一定遇到 嗯 肯定遇到 所以有時候或許 真的老天爺幫我們安排一些事情 你看我身體不舒服是老子說是很痛苦的 身體真的是不舒服 不舒服到不想出門 如果我去責怪自己身體 或是責怪我昨天做了什麼事情 對對對 捲進去 對我捲在那裡面 反而我就真的遇到災難了 但是我就去接受我的不舒服 然後把這個事情往後去延續 那真的有更好的契機出來 我今天能在這邊 這還好我那天身體不舒服 老是可以遇到更好的 是因為我們真的去內心內在的去接受 對 接受此刻老天給我們最大的安排 你不但沒有出門 而且你也沒有因為責怪自己而出門 譬如說譴責自己 不可以這樣逼著自己 我們講好的就是要到 就是要出發 然後譴責自己不出發的那個心態 譴責自己身體不該生病的那個狀態 然後就逼著自己出去的時候 往往這個時候更是容易 因為能量差嘛 因為你又譴責自己能量又更差嘛 這個時候更容易 有後續的事情你要收拾處理 反而是不划算的交易 沒錯沒錯 真的 對 很特別 很特別 對 原本是說要試度 結果這段就還不錯 我們怎麼談都很好談的是吧 亂談 真的 所以這本書蠻推薦的 如果你還沒看過的話 或是 也有電影 可以看看電影 電影大概一個半小時左右 蠻深度的 如果真的在看的過程 有任何的啟發起悟 或者是有任何的問題 都歡迎跟我們來做討論 在下方留言 好嗎 我們一定找時間回覆您 那這一段就分享到這邊 分享到這邊 那你有 就像剛剛阿瑟老師講的 你有任何的想法問題 或是心裡面解不開的結 歡迎跟我們來做簡單的探討 互動 那今天我們就在這邊告一段落 歡迎大家點閱跟收看 然後歡迎留言 然後給我們按讚 給我們多多支持鼓勵 那我們就下集見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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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